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是中秋節 祝大家人月兩團圓 我們這節想討論一下 BNO的問題 BNO的政策推出之後 即是可以5加1申請來英國定居 這個其實對於香港人是一個及時雨 或者救命的地方 經過一個19年的革命 2020年的國安法通過 香港 已經 不是我們以前再熟悉的香港 我們很多朋友 其實也沒有BNO的 包括我在內也沒有 最近收到一系列的查詢 有很多想過來的人士問我們怎樣 當然如果你有參與過示威的 應該 或者受到迫害的 或者有機會受到迫害的 可以申請過來英國 或者是用一個難民的身份 入境之後就Camp Asylum 當然也有部分人來不了 這裏 例如 現在在 監獄裏面的朋友 有些可能剛剛放牢 如果他打算移民 其實 有個案底 移民的機會就不大了 但是 現在有很多國家都說表面上開放 但是他們那個政策 也是想要你的最好的 比較高學歷的人士 或者中產 他們其實就是想要你們的 資金技術 不是想要香港人 但是我認為 其實我們現在來了英國的人 其實大家應該 集中力量我們去爭取 英國政府重新 啟動這個BNO 又或者 他可以 放寬給香港一些沒有BNO的人 而想過來英國的人 又或者可以 因為我們最近遇到一個查詢 就是他父母是有BNO的 但是他今年已經是40歲了 大約40多歲了 那麼他 沒有申請過 理論上是不可以的 這一類人士其實香港也不少 可能父母那一代就是港英年代的人 可能他自己也是 但是 當年港英的時候很年輕 未必每個人都有去申請BNO 當年好像有百多萬人申請 意味著當年六百多萬人口 是有幾百萬人沒有申請 到現在 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覺得 應該是有需要開放這個BNO 就算香港750萬人他收500萬 當你有二三百萬藍絲那些不收 或者香港做警察的 做公務員的不收 但是還有很多人可以收 所以 我們覺得我們現在 在英國的香港人 其實就可以 組織一下 向英國政府提出意見 甚至向他撕銀 當然 你向一個政府推銷 一個政策 或者希望他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當然是要分析給他聽 他這樣做 會不會對 他的國家構成一個危害 起碼你要讓他覺得 原來香港人過來 不是危害的 甚至乎有益 這節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比頻道 月費贊助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按like and share 以及多點留言 因為BNO5加1之後 其實 最大的受害者 可以說是 移民公司 因為以往移民來英國門檻很高 如果你是投資移民 最少以200萬英鎊 如果以往透過做生意的方式 也要花四五百萬港幣 而且每年都還要做生意 做夠五年 連續五年 每年的營鹽壓有20萬英鎊 才可以過關 還要請當地的英國人 英國政府 其實這個政策也是部分移民公司銷售的 也未必一定會批給你的 現在的BNO 可以說幫大家省下2000萬 省下200萬英鎊的移民費用 當然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提出這件事 而英國政府是有機會接納 或者是對他有利呢 一個政府要推出一個政策的時候 一定是會 衡量一個對血國家的政策 以往英國政府收了很多南亞人 收了很多穆斯林 收了很多黑人 以至我們在倫敦 基本上 白人成為少數民族 當然你在East London就會比較看到有色人種 或者看到白人比較少 如果你在Central London 一半半 如果你在豪宅區 或者在一些比較高上的 住宅區 那麼他可能就會 白人的比例 比例還是比較高一點 這個其實正常的 香港地方也是一樣 很多地方也是一樣的 但是 倫敦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有大量的其他地方 例如中東的富豪 例如俄羅斯的富豪 大陸的富豪 也都很喜歡來倫敦 因為 比較國際化 我認為 其實香港人 是可以 填補 英國 因為脫歐 而產生的人才方 早一陣子我們也有報導過 現在的英國 欠9萬個貨櫃車司機 而超級市場 出到 54000磅一年 好像一年 接近 年薪 是去請司機的 請貨櫃車司機 所以呢 他們 是 很短缺的很多人手 因為 脫了勾之後 很多地方 是不可以 那些人 那些人 返回頭 例如東歐的人 很多波蘭 很多東歐的技術勞工 或者 比較做一些 體力勞動的勞工 返回歐洲 出現了很大 人才的空缺 尤其是一些比較 技術型的工作 剛才說的貨櫃車司機 其實 其他的 其他工種也是缺人的 不過就要解決一個很多問題 就是香港 有很多人的英文水平可能不一般 這個 是真的要 來到可能要 重新學習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地方周圍都請人 就算是黑池 例如說我們的基地 是黑池 在我們的酒店 在黑池周圍的店鋪都脫出請人 很多的店鋪都說要請人 接下來我相信英國的 人才的缺乏 或者人才方一定會更加持續 脫了勾 因為 撞了武漢肺炎 使得很多人在家工作 將來慢慢恢復的時候 需要的人手就越來越多 所以 香港人 幾百萬過來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絕對可以填補歐盟的缺口 脫了歐之後的人 人口的缺口 香港人說一下 好處就是可以填補 但是也有壞處 有些人會擔心 香港人過來 有些人就是炒樓 炒了英國的樓 其實這個我覺得 你擔心也沒有辦法 因為 人口的增加 意味著 房屋需求一定會增加 不過英國有道好 英國 這麼大 這麼廣闊的土地裏面 只有 6000多萬人口 其實多500萬香港人過來 我認為 他可以承受得到 而且英國的地方大 很多地方沒有人的 所以大家 其實 是不是真的過份擔心呢 當然如果你說500萬人迫在倫敦 當然是搞不定了 但是現在你看到倫敦周邊發展很多衛星城市 正如香港發展的新市場一樣 沙田 大埔 粉嶺 上水 屯門 元朗 倫敦周邊很多城市 也是一樣 只要一條公路進到倫敦 他就可以變成 一個倫敦的衛星城市 當然 你說會不會在倫敦附近 在一個香港 重新建一個香港 這個政府當然要他自己規劃 我們就很難給一個這樣的建議 但是 我覺得 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做這件事 當然不是一個 比如說建十個八個城市 每個城市容納幾十萬香港人 我覺得這樣也不奇怪 我覺得 因為 英國的地方真的是很大 我們在英國其實住了差不多一年 嚴格來說是 處處碰壁的 也吸收了很多教訓 當然也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你不是親身經歷過 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聽別人說 但是 原來來到 不是那回事的 是不是 我們就以天氣為例 英國的天氣 其實在歐洲來說可以叫做得天獨口 因為 他到了冬天的時候 原來不是太冷 相比起德國 法國 冰天雪地的日子 其實 英國在 冬天其實也很少冰天雪地 是試過今年2月份在白明漢 要橙雪的 當時 我們到了杜拜 沒有感受到 但是 黑池的 網友報告 即使是冬天最冷的時候 黑池也是 很少下雪的 但是到了5月反而有下雪 我們回到黑池的時候 住了一段時間 5月份 黑池也有下雪的 但是它的雪一落到地下就沒有了 好像下雨一樣 倫敦也一樣 周邊的地區也一樣 如果相對於以緯度來說 比中國的東北 黑龍江 比北海道還高 但是 沒有北海道的冰天雪地 也沒有美國加拿大的冰天雪地 其實英國的天氣 可以說算是得天獨口的 一個地方 而它的綠化也很好 周圍都是樹 其實很舒服的 住多幾百萬人 對於這個國家的壓力是不大的 英國 其實由二戰之後 一路以來擺脫不了這個 比較 二流角色 由一流國家掉下去 但是經歷過脫歐 和武漢肺炎之後 我們認為英國政府 有這個洪心想做回一個 又或者他具備這個能力想做回世界的 一流國家 原因就是 在去年武漢肺炎大爆發的時候 英國一直很嚴重 連手上也中了 肺炎快要死 經歷過 一場大病之後 英國彷彿重生 他的角力告訴大家 原來他是有能力 他應付這些大災難 甚至乎 他國民是很有錢的 是頂得住的 當然英國也有貧窮問題 全世界都有 就算有多富有的地方 也有貧窮問題 我們就算去杜拜 也有些人很窮 當然窮也不會窮得很厲害 也有 也有貧民 住的地方 杜拜 我們也去見過 不是全部有錢 金碧輝煌 英國也有貧窮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 普遍來說 英國人 在歐洲的生活水平應該是接近最高的 或者 他們在歐洲來說 算是比較富有的一群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歐洲很多地方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接待英國遊客為主 因為英國人真的很有錢 很喜歡去旅行 而且 很多地方的消費由英國人撐起 我們跟大家說過 塞浦路斯 在北塞買樓要用英鎊計算 因為那裏 去到那裏買樓的大部分都是英國人 你只看這件事 你可想而知 英國人那種富有的程度 因為 他是 幾百年的強國 一直以來 18世紀開始已經是一個世界頂級強國 那個是 時間的累積來的 累積了幾百年的財富 到現在的底子還是很厚 只要英國政府 肯接納香港人 我認為香港人絕對可以在這裏 幫手建設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 而且 亦都可以 給香港人一個最後的逃生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香港 那個 環境是惡慮到 沒有辦法想像 比大家想到的還要差 接下來 只有越來越差 我們好像 不斷叫人家離開 其實就好像49年 叫你離開大陸 很多人會 覺得很難取捨 很難抉擇 究竟我們真的是不是一定要走呢 現在問題就是 去到一個有自由的地方 去到一個生命不受威脅的地方 去到一個 人權 言論自由各方面都 不受威脅的地方 我覺得 這個才是 做人的追求 當然我們 接下來希望召集多一點 英國的朋友 倫敦的朋友 我們也會開始搞一些 聚會 希望 集合我們的力量 向英國政府提多一些建議 又或者是私眼 希望 他們 接下來會放寬BNO 放寬或者重新啟動一個 接收香港人的計劃 這一節暫時 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